由零吃起 吃到夠皮 今天我們吃什麼 就是這個午後紅茶的香草忌廉白力枝 包裝很棒 剛剛我們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看到它有一張照片 它跟第二頭黑合在一起 就變成收心了 是一枝茶 它後面也有草莓茶的樣子 很搞笑 但我們經七仔的時候 好像又看不到這枝茶 要什麼買買 就是這樣一枝 其實真的混淆味 但不知道為什麼包裝很吸引 可能因為午後紅茶這四個字 特別有吸引力 不知道 好像小時候開始就被它吸引 嗯 其實整天吃都覺得很甜 但就是會買 哈哈 不過上次吃的那個炮菇質很好吃 嗯 好容易開 這裡就是兩顆 裡面也有心心 嗯 這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嗯 這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小小包剛好 然後其實是有 要買五包 看起來跟包裝上的那個是一樣的 聞起來是很香的 拿薯糕味 而且是很濃的 嗯 很濃啊 很甜的感覺 聞起來很好吃 不知道呢 試試看 其實吃起來又不是很特別 嗯 但是我覺得很好吃 它有些 奶的香味 嗯 其實不是很確實是韻尼奶味 它有些韻尼奶的魚香味 對 就是香的 好像白朱古力 但是就有多點奶味 好吃的 嗯 香的 也不會覺得很淺 對我們來說 樣子也挺漂亮的 今次這個五口紅茶 香草忌廉白粒 我們給的分數是 你幾好味 嗯 它真的幾好味 嗯 其實不是說很特別 因為其實差不多九成的白粒 才知道這個味道 就是朱古力的香香 對 但是那個感覺不錯 也挺好的 價錢也不錯 我記得好像賣9元 嗯 我感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更多甜甜的資料 放下我們在箱子裡找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拜拜 拜拜